老板 我跟你讲啊 我们等一下出门你要做超席 你懂吗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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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乖啦 妈咪给你一个 Lollipop 我们做超席 好不好 不要 不要 不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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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做啦 不用做啦 走啦 购物啦 不用做 不用做 你看啦 以前他小的时候叫你给他做超席 你讲你要撒羊他 怕他不舒服不要给他做 现在他这样大致了 不要做了咯 你都讲他这样大致了 都长大了啊 老板 不用担心他没有危险的警察看到也不会做的啦 不用担心他们的 没有事的 你这个妈妈就是这样 什么 Mata 爪 不是 Mata 爪不爪的问题 这个是为了我们 avoid 的安全着想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 Child Seat 哦 12 岁的小孩子都还是要做的 因为这种普通的安全带 其实是保护不到他们的 所以 这些小孩子还是要做 Child Seat 的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 Child Seat 只有 Baby 才需要做 其实不然哦 如果你的孩子身高不超过 136cm 体重不超过 36kg 的话 他其实还是需要做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 今天就让我 Salesman 阿丹 来为大家介绍市面上三大不同种类的儿童安全座椅 首先我要介绍的第一款呢 这个是 X-Kit Move 它是一个来自瑞典的产品啦 那这个椅子呢 它主要是适合 9kg 到 25kg 的小孩子 年龄大概是 6 个月到 7 岁这样啦 主要是看体型而定啦 那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呢 它是一个 Real Face 性的儿童安全座椅 哇 你可能就奇怪啦 这么阿丹介绍 Real Face 性的 又看不到孩子的脸 那个孩子又吹不到 Aircon 都不舒服的 其实哦 我告诉你 这个 Real Face 性的儿童安全座椅 它相比起普通那种 Forward Face 性的儿童安全座椅 是安全 5 倍的 最主要是它的这个椅背 在前方你遇到撞击的时候啊 这个椅背它能够承受那个撞击力 所以呢 你这个孩子这个骨骼还有颈椎方面呢 它的伤害呢 是大大减低的 这也是这个 Real Face 性的儿童安全座椅的最大卖点 那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示范 怎样安装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那我先示范这个第一个步骤啦 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 Escape Move 是可以有两段式的调节 主要是让你这个椅子可以直一点 又或者是躺下来一点 这样你的孩子就可以坐得比较舒服啦 那我就示范这个躺的姿势啦 首先你就要把这个椅子完全贴近这个椅背 那接下来呢 就是到这个安全带的部分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因为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它在这两侧是有两个蓝色的Clip的 所以你要先打开它先 然后那边也是同样是打开 OK 打开了过后呢 就是到安全带的部分了 OK 所以我就这样子拉到准啦 OK OK 这个最重要的是要整齐 不可以有任何的皱褶 然后就这样放进去 啊 好像你看我新手 这个就 这样子是不行的 你看 看到吗 这样子乱乱的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整齐 所以再来一次 OK 首先 这样子齐平了过后 再套进去 啊 这样子就漂亮了 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 穿过去了过后呢 这个扣上去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呢 就是把这个安全带完全的拉紧 拉到最紧 让它完全是靠着这个椅背的 OK 把安全带拉紧过后啊 就把这个蓝色的Clip 扣上 那弄好安全带过后 就是到这个脚的部分了 你只要把它 拉到最准 伸到最长 然后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的脚就会自动伸出来 为了安全几件 我是建议你 打开了这个脚过后 再继续拉长多一点 让它 确保它这个脚是完全 吃在这个地上 够稳妥了过后 就OK了 OK 那接下来这个step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座椅后方是有两个这个strap的 那首先我要做的是先把这个 上面的这个拉链 拉上来 打开 打开过后 这两侧还有这个button的 所以也是要开着它 开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骨架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把这个strap 的这个扣拔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strap 已经是完全拆开了 它是一个蛮长的strap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它有个洞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把这个东西 穿过我的衣角 这样子 然后这个洞呢 再穿进这个strap 那接下来呢 就这样子扣上去 再拉 把这个拉紧 就大功告成了 那接下来我介绍的这个呢 是Excelence Kids Pro 它是一个被称为 convertible booster seat的儿童安全座椅 它的定位啊 主要是介于那种传统的儿童安全座椅 以及大孩子所使用的这个booster seat 之间 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呢 它可以给那种 9到36公斤的小孩子使用 那年龄大概是在2岁到12岁之间 maximum是12岁 可是在这里我们也不大建议 2岁的小孩子使用 因为其实2岁的小孩子呢 他们的骨骼发育还不够健全 他们比较适合使用那种 可以recline的儿童安全座椅 因为他们的骨骼还不能承受前方来的撞击力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建议 要使用这个Excelence Kids Pro 的小孩子呢 最好是在4岁左右 因为4岁左右的孩子呢 他们这个体型啊 做那种 刚才我介绍的儿童安全座椅 他们又可能太大致 但他们的体型又不够大 去做那种booster座椅 所以这个是最适合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体积蛮小巧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带出门的话 其实是蛮方便的 所以话不多说我先打开它 其实打开也是蛮容易的 我只要这样把扣开掉 折上来 放上去 它就扣着了 然后它是有一个头枕的啦 这个头枕只要插上去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支援 蛮多段的一个调整的 一段 两段 三段 我看到有四段的调整啦 然后这个打开就行了 那这个Protor呢 它其实是支援 Isofix 和没有Isofix 的车子的 我先讲这个Isofix 的装法啦 首先你要先在你的 这个汽车里面的那个座椅呢 先找出那个Isofix 的那个铁钩 通常他们的椅背那边呢 都会有两个Isofix 的logo的 下方呢就是那个铁钩了 那找到铁钩了过后 先把这个椅子 旁边它有这个 一个青色红色的这个按键啦 你只要把它推出来 一起按 推出来 看到这个Rail 跑出来了过后 两边都这样子推出来过后 你就可以把这两个Rail 对准那个铁钩这样子插下去 你听到一声卡一声 然后看到这一边呢 都是青色的话 就表示它已经是成功锁住了 那锁好了过后 你还要把这个椅子 完全是推向椅背 Make sure 它和椅背是紧紧贴住的 稳稳够后 接下来就到上面的这个Tether了 那上面这个Tether呢 其实它在这个后面是有这个Strap 然后上面有这个钩的 你只要把这个钩 钩在后面那个Tether的铁钩上面 锁紧 然后拉到最紧 拉到最紧 这边这个显示青色的话呢 就是锁到最紧了 一定要青色哦 红色的话表示它还不够紧 所以修了青色过后 就表示你锁紧了 那Isofic 锁紧了 上面的Tether也锁紧了 过后呢 你还是需要摇摇一下啦 就向左向右摇 向前向后摇 稳妥了过后 就表示你装好这个额团就对了 至于这个Isofix的车子呢 你就需要使用你的3.4安全带了 首先你要把你的安全带拉出来 两层这样子齐平 然后穿过这个椅背 要好好的穿哦 你要make sure它不会缠在一起 就整齐的穿过了过后 它后面这里有两个这个Clip 你的安全带呢 是要绕过这个Clip的 然后绕过了过后 把安全带细上 最后再把这个肩膀的这个安全带呢 从这个椅背这样套上来 套到这个肩膀的部分 它肩膀的部分呢 后部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啦 就是你要把它打开 然后再把那个安全带 缠上去穿过它 穿过了过后再拉紧 要拉到很紧哦 拉到准过后 然后再摇摇一下这个座椅 如果是没有左右摇动 没有向前向后摇动的话 就表示你是安装好的 那这个SNS KIDS PROTO 呢 它除了这个头枕 是可以有极端式的调整以外 就是可以适合更高的小孩子以外 那其实这个PROTO 它的这个HUNNESS 是有三个不同的高度 你可以依照你的孩子的体型去做调整 这个HUNNESS的高度呢 其实是要在孩子的肩膀上一点 是最佳的位置 那我现在就示范要怎样扣上这个HUNNESS 这两个呢你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这样子放在一起 扣上去 就行了 然后扣上了过后 这个拉到完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Bebe 它是完全是被扣在 被压住了 要拉到最紧哦 这样子稳了就OK了 讲完了安装 我现在来示范怎样把这个PROTO 收回去 其实很简单 你先把这个HUNNESS 它后面有两个按钮 你把它按一下然后遮起来 这个耳朵它遮起来 完全折平哦 这个也是一样 折平 折平后再把这个HUNNESS拉出来 它后面也是有个按钮的 这样子拉出来 放在这里 然后 这个下方这里是有个按钮的 按一下 然后让它这个椅子上来 这样子盖 盖下去 然后再把这个绳子 缠好 这个扣扣上 拉紧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它就有4.6公斤重 它是一个 HIGH BACK BOOSTER 那这个产品呢 是由 MIFO所推出的 HIGH FOLD 什么是BOOSTER呢 BOOSTER其实是给那种 身形比较大的小孩子 使用的 基本上是15公斤以上的儿童 其实它们还是要做儿童安全座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身形还不够成人的那般大 然后我们都知道啦 我们的汽车这个安全带呢 其实是为大人的身形设计的 首先它们的这个安全带 因为太高的关系 它们会卡着景象 那发生碰撞的时候 就会割到景象 你可能就这样 OK啦 这样就把这个景象的抛去后面 这个时候更危险 因为它们这个下方的这个安全带呢 其实也是在它们的肚子这里 其实这个下方的安全带呢 主要是要绑着你的HIT的 就是这个盆骨这里 保护你的盆骨 但是如果小孩子它们不够高嘛 所以就会在这个肚子的这边 上方这里啦 如果发生碰撞的话 怎么办 严重起来 如果那个撞击力很强的话 甚至会割穿它们的肚子 所以是非常威胁的 那这一类小孩子呢 他们就需要这个BOOSTER了 这个BOOSTER其实就是一个 加高的座椅啦 就是你小孩子坐上去的话就比较高 然后在使用汽车的这个安全带的话呢 他们安全带的那个position 就完全是对了 讲了这么多 我现在就示范一下这个HIFO 怎样打开 它打开的方式有点酷哦 首先我先截掉这个 开 折上来 然后再折上来 这个打开 是不是有点像Transformer的感觉咧 那因为这种BOOSTER是给大小孩嘛 所以大小孩它们体型可能就比较不同啦 所以这种BOOSTER通常都是需要K 可以很多段式的一个调整 这个HIFO呢 它就是世界上 调整弧度最大的一个HIFO 调整的这个方式啊 多达243种 那基本上我可以看到这个 它很多这个青色青色的Button 这些青色青色Button呢 你按下去 它都是可以Adjust 首先我就给大家看这个啦 这个按下去 就是推这个Headrest OK 推大小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转的呢 是这个 这样子转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肩膀的部分也会加大啦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高度 高度的话呢 这里有个青色的Strap 打开来 拉上来 就可以拉到很高了 然后还有下方这个 屁股的部分啊 如果你还是屁股比较大的话 好 下面下面这边有个青色的 拉一下 其实这个HIFO的安装方法蛮简单的 首先你把它推向椅背 确保它是稳妥的坐着 然后再根据你的孩子的身心呢 进行调整啊 调整到一个最完美的姿势 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BELT GUIDE 是要在你的孩子的肩膀上方一点 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拉出你的这个安全带 穿过下方的BELT GUIDE 也是大腿部分的BELT GUIDE 穿过过后 将安全带系上 然后再把这个肩膀的安全带呢 绕过上方肩膀的这个BELT GUIDE 穿过去过后 确保它是完完整整 漂漂亮亮的塞进这个BELT GUIDE 过后呢 再把它拉紧 拉紧过后 拉紧过后 再摇一下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 我不OK 稳的话 就是OK了 以上就是我阿胆 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小羊 所以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真的真的是很重要 对这个小孩子的安全 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你爱我们的阿胆的话 一定要给他做 要吗阿胆 要做啊 比姨你很sweet耶 你很细心哦 我爱你嘛 我也爱你 那今天这个搞笑事就到这里啦 其实今天这支影片主要目的啊 是要给大家知道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不只是baby要做这个touch seat 就连小孩子也是要做的 另外呢 在这个影片啊 我们有一个好康要推荐给大家 也就是你登录这个set and saw的官网 输入这个Promo Code 以上的三个产品 你都可以享有10%的Discount哦 好啦 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你看我们这样辛苦啊 一个变柯南 一个男扮女装变暴咒婆 还有一个 直接变到 明啪啪 好啦 喜欢这一次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啊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啦 拜拜 沙扬 我已经忍住了 Action 赛阳 睡棋 睡棋 好多一点